向起步依序緩慢前進 後方客運駕駛不耐等候 先是跨越雙黃線 踩足油門逆向 小巴士司機原本要切換車道 嚇得車頭回正縮回原車道 客運抵達十字路口 對向車輛綠燈啟動 公車司機 硬闖紅燈左轉 限量車禍 上班尖峰時間 車流量大的台北市瑞光路 名泉東路口 三重客運駕駛一次為了趕路 竟然沿路逆向 甚至唯一耗制逆向左轉 一大早在客趕路 職業駕駛重大違規 其他用戶人痛疲 簡直罔顧車內乘客 和其他駕駛性命安危 衛衣規定駛入來車道 涉嫌違反的法條是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45條 開罰600到1800元 也看到公車在左轉彎的時候 他的衛衣燈號行駛 左轉燈已經熄滅了 客運業者接獲民眾檢舉 檢視行車記錄器後 慶幸沒發生意外 也確定司機嚴重違規 決議行政處罰 暨大過處分 記者成為宣章南俊 台北報導